花莲县文化局2017年起执行花莲县布农族族社领域复返计划 协同浊西乡布农族人回到拉库拉库西流域 加兴族社、兴建石板屋 以及周遭地景的重现 其中竹工僚在历经两年半的时间 过程中遇到了地震、台风等因素 整个结构都松软 透过建筑专业的团队以及当地围观人员 历经五天在山上的时间 将它重新架竹子、帐篷、藤边等传统技法 重新将竹工僚原定重现 当地的围观人员仔细地将竹子搭到屋顶上 就怕尺寸距离不对 整个工程就无法继续 这是花莲县着西乡加兴石板屋附属竹工僚 在2021年落成完工 平时是当作教育场域来做使用 不过历经两年多 有台风、地震将整个竹工僚结构破坏跟松软 族人进行五天的整修工作 因为台风倒塌 然后它又倒塌 结构都坏掉了 五天时间不算短也不算长 不过维护管理人员说 希望能上来工作的是山下的年轻人 不过愿意学习传统技法的人不多 现在加兴石板屋以及竹工僚 手作步道的维护都是长者居多 未来还是希望年轻人能够上山 最主要是要多练那个传统的那个绑法 等的 想跟年轻人想说 如果有我们布农组的那个传统智慧 尤其是从铜鞭到那个支部 或我们以前的那个山林智慧或狩猎 或我们的布农组的文化 这个环节我们不能忘本 这次有一对来自浊西村中镇部落的张信兄弟 跟着大哥们上山工作 也都说这次工作经验很特别 不仅学到藤的绑法 还有更多的是长辈山林的智慧 在都市我们绑模我们是用铁丝 但是铁丝跟那个藤不一样 藤有弹性它会有张力 所以要一只手固定 然后一只手拉 这样才能弄紧 然后结尾的时候要剪掉 看要怎么弄会比较好 自己想办法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的经验对我来说非常难能可贵 花莲县文化局2017年起执行 花莲县布农族族社领域复返计划 协同浊西乡布农族人回到 拉库拉库西流域加新族社新建石板屋 以及周边地级重建 其中竹工僚在历经两年半的时间 过程中遇到地震台风等因素 整个结构都松软 透过建筑专业团队 以及当地的围管人员 历经了五天在山上 将它重新架架子 帐篷 绑藤等等的传统祭靶 重新的将竹工僚原地重现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